要你了断血缘亲情 你可骂 洛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要想做我孙家的人 就不能有二心 我给你一笔钱 你拿回去安顿你爹和你姐 这笔钱 足够让他们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但是 你以后不能跟他们有任何来往 专心做我孙家的女婿 你给我滚开 十几年前你就是个废物 十几年后你不过是个长大的废物 跟我斗 下废物你都没机会 我做得到 好 我给你时间回去处理 什么时候处理完了 再回来见我 你这次回去要多久才能回来啊 我会尽快的 你就放心吧 我真想跟你一起去 就是我爹不准 你放心 我们的感情 经历了这么大的考验 都雨过天晴了 没有什么 可以拆散我们俩的 为了我可以奉行一切 怎么可能 我紧不准 你也挺讨厌的 你坦白 你还能快 仔细 رы 大姐 秋菊 大姐 小姐 小宗回来了 她突然回来了 小宗 小宗真的回来了 她知道大姐清醒了 不知道有多开心 你们俩赶快回去 我还去买点菜 今天大家团圆了 一定要好好地大吃一顿 你们俩快点回来 快点回来 小宗 小宗她真的回头了吗 这下我们都放心了 快 快回去 回去 飞扬 老爹来抱一下 来 快去认你爹 去 过去让你爹抱 没关系 孩子小 只认得秋菊 连爹都不认识了 你常年在外 都是秋菊拉巴她长大 大姐 她当然不认得你了 大姐 再去 大姐 你终于好了 这缺矿小军 谢谢你啊 对了 我听天说 你们俩的好事要进了 爹 这个是孝敬你的 希望你吃了以后 能够活一百岁 这么贵重的礼物啊 你怎么能买得起呢 我 我在省城有工作吗 存了点钱 没事的 大姐 这个是 省城最流行的款式 当时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吧 你看看 喜不喜欢 这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 那秋菊的呢 秋菊的那份 我 我私底下汇给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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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秋菊啊 这些年来 我很少送东西给你 现在一送呢 我就送了分大的 为什么要送我 这个钱 可以省下来 给大姐办婚礼啊 你放心吧 婚事的钱呢 我还有 我一定会将大姐的婚礼 办得丰丰过我的 你还没有毕业 就赚那么多钱 果然念过书的 身价不同 将来 你可以有依靠了 秋菊 你今后呢 不必再买鱼包了 你将来 一定能过上 轻松的日子 嗯 我知道 我就知道 你将来会有出息 来来来来 来 干 好啊 苦尽甘来啊 慧山 有了好的归宿 咬松 又有出息了 爹开心啊 爹这一辈子 够了 来 爹 您喝不少了 少喝一点吧 爹开心 好 爹 应该休息了 来 小东 来 好 比爹干一杯 啊 来 爹 真的很晚了 早点睡觉吧 好好好 是啊 爹 来 我扶你 慢点 慢点 啊 我听你的 睡觉睡觉 大师 这里我来收拾 你们回房去吧 早点休息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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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麻烦你了 去吧 走吧 小菊 你先睡吧 我一身汗 我去洗一洗 不急不急 坐下来 我一件事情呢 不跟你商量 我这次回来呢 就是要处理这件事的 这件事情 非你点头不可 秋菊 我的前谱 高家的未来 就看你了 我要和你离婚 你说什么 我不懂 我说 我要和你离婚 你要和我离婚 你是说你要修了我 现在都已经是民国了 不说修 我是要和你离婚 那不是一样吗 你要修了我 妖子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 我 不是 不是你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要你帮我一个忙 希望你能答应和我离婚 从今以后 我就没有出息 那以后我们家就会过上好日子了 为什么要跟我离婚之后 你才会有出息 我在省城办公办公 我的老板 就是家运的老板 他很赏识我 等我毕业以后呢 他就要重用我 让我独当一面 孙老板他的势力很大的 差不多整个省城的进出口生意 都是他的天下 所以 那跟我们离婚有什么关系 其实 是孙老板的女儿他喜欢我 要是孙老板知道我结婚的话 为了不是她的女儿伤心 她一定不会再重用我 所以 你是想要欺骗孙老板和孙小姐 还是你根本就想 你根本想跟我离婚之后 去跟孙小姐交往 当然不是 真的不是这样 我只是希望你能够暂时的跟我离婚 让我有机会在孙老板面前做事 过一段时间以后 我一定证明我自己的能力 等孙老板认同我的能力之后呢 我再和你复婚 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孙老板的女儿他再失望 我也不会因为这个而失去工作了吧 不 你分明是想跟我离婚以后 去接近孙小姐 为什么你会认为我跟你离婚 就是为了令结新婚呢 你的想法怎么就那么简单呢 可是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得到眼前的这份工作 一个机会而已 以后我们还是会复婚的 你懂不懂 你到底明不明白我说什么 不 我不离婚 真要不能没有爹 我不离婚 你真的不理 我不理 我不离婚 没关系 不理就不理 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不理就不理 老宗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阻碍你的前途 可是 应该 没有非要假装 未婚不可的道理 就为了你 怕我令结新婚 所以宁愿眼睁睁地 看着机会 从我的手里面溜走 你为什么这么自私呢 我只是要求你 暂时和我离婚 等我赚了钱 也一定会拿回来照顾家里 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但是你的眼光 就是没有办法放远 只看得到眼前 你不跟我离婚 那就等着孙老板炒我的鱿鱼吧 我回来跟你一起卖鱼包 怎么样 这样你就满意了 是吧 妖宗 我不是 我 你 你不用再说了 我不想勉强你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如果想我的话 你不想宁愿ris 你不想宁愿 我为什么 Larun 你不会有可能 那么直接 你不想宁愿 我为什么 你不想宁愿 我为什么 你还睡起这么早 怎么也不多睡一会儿 秋菊 你哭了 没 刚才柴我心的 你明明是哭了 到底怎么了 爹爹昨晚骂我娘 娘就哭了 正阳 小孩子乱说话 没的事 我和耀宗昨天晚上说话 大声了一点 把他吵醒了 他昨梦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 正阳不会乱说话的 秋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耀宗不是还高高兮兴的 怎么会跟你吵架了呢 没事 真的没事 大姐 我把早餐都准备好了 麻烦你一会儿弄给爹和正阳吃啊 我今天想早点出来 秋菊 杨总才刚刚回来 你应该留在家里多陪陪他 干嘛这么早出去做生意呢 最近生意很好 我想多卖一点一包 我那些卖完就回来了 秋菊 你唱的摇篮曲比奶娘还好听啊 那你乖乖睡 以后我就唱歌给你听好不好 秋菊 我想抱着你睡 行吗 秋菊 吃妙妖妖宋送给宝宝做宝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邱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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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我不会辜负你 更不会辜负这个家 再怎么说 郑阳也是我儿子 我怎么可能害郑阳成为一个没有爹的孩子呢 只要孙老爷他认同我 把我当成左右手之后 我就会回来和你复婚 郑阳 我知道这个世上你最疼我 这些年来是你辛辛苦苦在照顾我们全家 让我能在省城读书 你这些钱给我让我没有后顾之忧 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 我都记得很清楚 还记得吗 小时候我答应过你的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永远都靠第一名给你看 你看后来 我是不是都做到吗 你看 你看 答应老天爷的事情 我都做得到 如今答应你的 我就更能做到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 我不答应立婚 为什么 我不要你赚大钱 我也不要你为了成功去欺骗孙老板 如果孙老板因为你结婚婚 他就不再雇有你了 那要做 我们一起去卖预报好不好 你不想飞着车 顶着寒风较卖 没关系 我存了点钱 我们可以顶尖铺子卖 日子还可以安稳的过 张张不会吃苦 他不会吃苦 你在胡说什么 我念完了大学 你现在去叫我跟你一起去卖预报 一起卖预报 好过一家四散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说到底 你就是想把我留在 留在你自己的身边 既然你想这样 当时你为什么何必送我去念书呢 我只想请家好好的过日子 为什么你一定要转大气 为什么一定要一步登天 我不是说过吗 我不是贪图什么富贵 我不是要发达 我不是为了贪图富贵 我想要的 我只是为了要争一口气 你看 看清楚这个伤痕 你知道这伤痕怎么来的 姚总 你的手怎么会受伤 就是那个丁总管 丁总管他踩的 你知道他已经发抖了 他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过着一虎百诺的日子 他见到我 你知道他对我说什么 他对我说 说我十几年前是个废物 十几年后 到了今时今日 我还是个废物 他还说我爹生出的种 全部都没用 他说的每句话每一个字 都像烙印一样清楚 清楚的烙在我的耳里 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当年 他是如何夺走我家的一切 他赶我们出去的时候 只丢了一个元宝给我们 那元宝掉在地下的深夜 我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那不是事实 那是十五如 这么多年来我们过的什么日子 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不甘心我真的不甘心 我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堵回来 我一定要把我的 一切都堵回来 我不想做个废物 你都帮我好吗 老姐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 但是丁总管他会有自己的报应的 什么报应 我告诉你这个世上没有报应 老天不帮我 只有我自己帮自己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只要算我也上手 我就会有机会 想定你重新报应 我 求君我求你帮我 你帮我这一次好不好 求君我求你 我求你答应跟我离婚 求君我求你 你不要复我 我求君我 你不要逼我 我做不到 真能够 不死 我得不死